学术交流背后 叠影重重 重视未来有什么对台政策 军情局相关部门把这些东西消化光 拍摄了一些文件交给了台湾的国安单位 暗流涌动 拉响警报声声 对台湾当局制定前瞻性的政策有一定的作用 被军情局利用 史料未及也是我很后悔的地方 作为一个警惕 不要再犯类似的作用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两岸同胞一家亲促进两岸交流 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 这是好事 这些频繁往返于两岸从事交流活动的人当中 有很多是官员专家学者或者媒体人 在台湾 这些人因为自身的身份和专业有很多优势 有机会了解到大陆的一些信息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当中 有的人就成了台湾情报部门搜集祖国大陆情报的工具 蔡金树 台湾人 早年间在大陆求学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从事两岸交流活动 在大陆积累了丰富的人脉 2013年 他只要发现我在大陆有比较重要的会议 他就会打电话问我 这个会议有碰到哪些人或者是有哪些讯息 大陆有什么政策 对于郭嘉英的问题蔡金树之无不言 有次聊天 蔡金树告诉郭嘉英 自己有一个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 因为缺钱一直没运转起来 郭嘉英一听就很感兴趣 说自己可以提供帮助 很快 郭嘉英就给协会找好了场地 还付了36万台币的租金 他多次建议蔡金树 说这个协会一定要只做两岸交流 从这个时候开始 蔡金树就觉得 郭嘉英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个军方 电台主持人这么简单 他肯定是有所图的 蔡金树没有猜错 郭嘉英并非什么学妹 而是台湾军情局之内间谍 虽然感觉蹊跷 但蔡金树并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 联合会运转后 郭嘉英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中的一员 不过他还想要个身份 我这边在帮你 在接待这些大陆的客人 我这拿身份跟别人接触呢 然后蔡金树就跟他协会的会员商量之后 就给了他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 郭嘉英打好了如意算盘 没成想2016年蔡英文上台 两岸关系趋冷 到台交流的大陆学者寥寥无几 钱花了却看不到效果 郭嘉英不甘心 他和蔡金树商量 想成立一个电子媒体 这样大陆的学者过不来可以约稿 蔡金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于是这个叫英传媒的电子媒体成立了 郭嘉英在这儿成了执行总监 这时的蔡金树不仅丧失了平台的主导权 也收了对方很多钱 郭嘉英知道他无法收手 便开始明确为蔡金树布置任务 他重视未来 未来有什么对台政策 希望我去接触这个有关 有关两岸这边的接触 接触方面的高级领导 或者是两岸这边有关 接触方面高级领导的人事一栋 蔡金树的协会和英传媒 成了掩护郭嘉英搜集大陆情报的平台 他自己也成了情报搜集人员 成年往返于两岸 蔡金树开始还有点担心 郭嘉英就在整个过程中 就在不断给他灌输一个思想 这个过程中只是你把你听到了 那个见到了 还有拿到了东西交给我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公开的 都是公开的 没有涉密的东西 说是让蔡金树搜集的是公开资料 但每次与大陆的学者和官员接触 蔡金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私下套取大陆内部的信息 蔡金树与他们接触时 会刻意对大陆的人员强调自己支持两岸统一 让对方消除戒心 积极参与平台的活动并向平台投稿 我先呈现我有个成立的平台 希望你们多投稿 那如果有的学者他愿意 愿意来参加论坛 或者是愿意来投稿的 我就把那个郭嘉英的那个微信交给他 由郭嘉英去跟他约稿 郭嘉英与这些大陆的人员建立联系后 一方面物色可用的人员 一方面按照自己的需要给他们布置选题 这些公稿的人很难猜到 在他们交稿等待刊登的这些日子里 他们的文章去了哪里 这些写完的东西通过各种形式 发到郭那边后 他就第一时间去进行整理 整理汇总 然后承报给军警局 等军警局相关部门把这些东西消化光后 那这时候他才把东西挂到郭嘉英的网站上 几年间 蔡金树先后向郭嘉英借报 大陆涉台工作部门人员 重要智库专家 知名媒体记者等50多人 先后收取间谍情报机关 发放的经费500多万元新台币 以公开掩护秘密 以合法掩护非法 招数虽高 但蔡金树还是没能掩护彻底 2020年7月 蔡金树因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因为我在大陆二十几年 一来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活动 但是却被军警局利用 作为尾压大陆国家安全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我死掉未及 也是我很后悔的地方 值得警惕的是 像蔡金树这样频繁往返于两岸的学者 已经成为台湾情报机关 经常发展运用的对象 你有没有领收台湾国安局 之内间谍的任务 有 有没有接收台湾国安局 发放的间谍经费 有 施政平 1960年出生 台湾人 最初见到他 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这个学者的形象 各位忠实电子报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施政平 案发前 施政平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施政平早年呢 也在美国留过学 他曾经是台北 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任过职 同时 他也是在台湾政界和商界 有着一定的人脉关系 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就是台湾间谍机关的运用人员 感觉不太这个 有点这个不太相信 不可思议 丰富的阅历和人脉关系 加上专业的素养 让施政平进入台湾国安局的视野 2005年 施政平的老师 邀请他参加一个饭局 同来吃饭的 还有两个台湾欧亚基金会的人 其中的联系人叫周德毅 我就问他说 欧亚基金会他们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老师说他们是属于过去 这个总统的这个幕僚单位 真正的背景就是台湾的国安局 周德毅的真名叫周盛玉 是台湾国安局之内间谍 和周德毅建立联系后 两人逐渐熟络 这时周德毅开始向施政平此要求 周德毅要求 这个施政平到大陆来 要向他报备 帮他收集一些这个材料 而且呢 这个周德毅跟这个施政平说 他所收集的情况 必须只能向他一个人报告 因为自己的父亲 被台湾情报部门迫害过 施政平一直心存恐惧 2010年 施政平收到大陆某科技研究院 发来的邀请函 施政平把这个信息 报告给周德毅后 便来了大陆 在交流过程当中 主办方他们提供了我一些这个材料 当时我看到这些材料 觉得蛮有用的 施政平时刻想着周德毅的需要 会后他找到主办方领导 说资料太多看不完 想借回酒店 晚上再研究一下 对方同意了 当天晚上回到旅馆 那么我就拍摄了这一些这个文件 那么回去了以后 我就把相关的这一些文件 交给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安单位 在给台湾国安局搜情的过程中 施政平慢慢了解了周德毅的需求 重点是在会议资料搜寻 政策评估以及名片的搜集 他们比较关注的方面呢 还是在两岸关系 然后是对 然后还是以北京为主的这个研讨 或者上海社科院 这方面是比较高层级的 每次施政平在大陆 拿到周德毅认为重要的资料 周德毅都会迫不及待地 与施政平约好回台见面的时间 老师早昆山之行 行程请讳赐 好约回来后见面谈时间 昆山延期 好的 何时回来 十九去 二十回 二十三号下午三点半以后见 是否可以 可以 就是大概两天到三天之内 我们一定会见面 然后那你去做什么方式 哪个人给他 我们都一般都做USB 就是那个 U卡 在搜情的过程中 周德毅根据情报的重要性 给施政平付费 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施政平手头拮据 为了拿到更多的钱 他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主动为台湾国安局撰写报告 这些文章交给台湾国安局 对台湾当局制定一些 前瞻性的政策 方略有一定的作用 施政平不仅来大陆 为国安局搜集情报 还把来台的大陆人员 介绍给周德毅 2013年 大陆一个高级智库 想到台湾交流 施政平第一时间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德毅 周德毅跟我们建议 就是他们的成绩比较高 是否能够我帮他发一个名片 那么让他来参与接待 OK 学的是我协会 就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发展协会 秘书这样的一个头衔 我除了头尾 有这个迎接他们跟欢送他们 那中间的那四天到五天的时间 都是由我的学生跟周德毅 陪同他们到南部参访 这个高级智库之后 连续三年访台交流 在施政平的安排下 周德毅全程接待 2017年 施政平感受到了周德毅的不满 在那一段期间 他一直也跟我反映 就是受到这个 长官的这个指责 就是工作没有绩效 当时 施政平正与大陆某部委 驻台机构有交流 他把周德毅引荐过去 并让周德毅以他协会秘书的身份 进入到大陆某部委 驻台办事处开会交流 我想他可能想要透过面对面的接触 能够认识国内的这些政府官员 然后可能进行一些摩底 或者是进一步发展组织的一个可能 如果他不通过那个组织的话 他自己去一切独立的人 应该是有的 从2005年到2018年 施政平以台湾学者身份 到大陆搜集情报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两岸关系 政策法规等多个领域 通过公开套取 打探刺探 金钱收买 物质利用等手段 获取一带一路 亚太战略等方面数据和内容 期间共领取间接经费 160万台币 是我做错的 希望我的经验 能够分享给台湾 目前可能还在处罚的这些人士 作为一个警惕 借鉴 不要再继续犯类似的错误 作为学者 我们希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氛围是单纯的 健康的和安全的 民进党当局的上述做法 实际上破坏了 两岸学术交流的规则 玷污了两岸学术交流的氛围 也影响了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 正常开展 我们希望蔡英文当局 能够停止以上这些 不负责任的行动 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 一片净土 台湾情报搜集人员 在大陆搜集套取的情报 看上去似乎都是公开的 但这都是台湾情报部门 无法直接获取的战略性情报 里面往往包含 大陆未来对台政策走向等决策信息 台湾情报机关提前掌握情况 就会使大陆对台政策受到影响 在这里我们也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 台独是绝路 搜集再多的情报 也不可能改变 祖国必将统一的历史趋势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